當我們兩種情況 為人祈禱或自己祈禱看到一些圖畫 這樣的時候可以怎樣使用 怎樣應用 譬如自己祈禱 為人祈禱 自己祈禱就是堅固我們或帶領我們 其實通常來講義仗有兩個目的 一個就是堅固 一個就是帶領 什麼叫堅固呢 譬如說 耶穌抱住你 也就是說 耶穌愛你 或者你好像小朋友 我們小朋友在神面前 神歡喜 這是堅固 鼓勵我們的 那帶領是什麼呢 我們需要一些行動 要遙書人 接納這個人 譬如意念 譬如說這個人 別生氣了 接納他 你為人祈禱都是會 都是基本上這兩種的 即是說他 可能他很需要安慰 你看到這些圖畫都是安慰的 譬如說 很平靜的環境 你又不用說 我現在見到什麼環境 你不用這樣的 你就說 哇 在神裡面真是好 好平穩 安靜 好興省 好平安 我們判斷什麼時候說呢 是在乎那些說話 人家有多容易接受 譬如你說 啊 我祈禱呢 你看到 你說清楚 所以有時你分享 我都會問你 是清楚見到 還是隱約見到 你想到 有意念 還是聽到 是要分清的 那你 說給你聽不代表權威 即不一定是權威 你說 我看到耶穌抱著你 這些沒有問題 因為是堅固他 他聽到都覺得很安慰 所以這些鼓勵性的 即是 安慰造就勸免 這三樣 你就可以隨時應用 但如果你看到他有罪 就不同了 譬如你見到一個人有犯奸淫 犯什麼罪 你就求神給你智慧 怎樣去說 可能你就不是由那個罪入了 你就跟他聊一下 你跟神關係覺得怎樣 有時他都會自己說 哎呀 覺得很難阻礙 覺得很難勝過罪 那你就問他 那有什麼罪影響著你 他如果信任你說的 你就不要批判他了 而是帶領他怎樣去處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柔和的方法使用這些恩慈 但有些人是很強勢的 就是說 哎呀 我看到你犯奸淫 那個人聽到真的 一不就悔改 一不就反抗 他悔改是好 但是很震撼的 但是你用一個方法引導他 譬如你見到他在那裡吵架 譬如這樣 你現在你的生活怎樣 你的生活是平安 你可以祈禱這樣說 祈禱怎樣說呢 如果我們有時面對一些人很難處理的 求神給我們聰明智慧 都能夠放下一些人的煩惱 這樣 這個是很普遍的 對不對 那就不會冒犯他了 譬如我看到你和老婆吵架 他聽到就會覺得 他可能覺得是老婆罵我 這個不需要用一個這麼強勢的方法 除非真是神跟你說 你要告訴他 是神告訴他 這樣就不同了 那你真的要告訴他 因為你說我真的聽到聲音 同學講 要這樣告訴你 那你就告訴他 但是如果不是呢 他講出一件事 不要憂慮 那你不用說 有個聲音告訴他 不要憂慮 你就說 我們可能有很多煩惱 不過神都知道的 神會幫助的 就是盡量用一個 安慰 安慰柔和的方式 他聽到能夠覺得舒服 能夠幫助的 這個目的 就沒有強勢 除非那個人很喜歡 他很想耶穌給我一些說話 然後你真的收到耶穌和你說話 你也要加句 除非你已經百分之百準確 有些人領受的信息 有時準有時不準 為甚麼呢 因為人有破口 有時 破口不準確 那你收到 你今年會結婚 那他猛看 誰呢 誰呢 未必準確 那如果不準確 你就不要 說得這麼準確 因為其實 如果神為他預備 他一定會預備 那我們可以為他 祝福他神 為你預備一位 是愛神的人 是適合你的 那為他祈禱 沒有問題 他都會有些感動 知道是否神帶領我呢 那 除非你收到很準確 你經常都收到很準確 那你也是很清晰 聽到聲音 那你就可以告訴他 但如果你有這個恩賜 你一定告訴我 那我就幫你去測試 就是給多些機會 你測試 給多些機會 你為人祈禱 那你就測試一下 是不是準確 那如果每次都準確 一次又一次 一百次 幾百次 都是準確的時候 那就是可以建立這個人 他真的有這個先知性的恩賜 那我都很歡喜的 不過未到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麼快 就是這麼快 因為我看到有些人 他收到一點點信息 就覺得很大件事 就 還變成說話 說到自己幾權威 那樣 就 人家勸他 有時候他收到錯的 明明有些觀念是錯的 就不聽 那這個就難了神 就是我們什麼恩賜都好 就算我們是一個 幾偉大的報道家 但是有幾多人信耶穌 一驕傲 什麼都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就說 我們自己有這個恩賜 千萬不要驕傲 那也都鼓勵的 譬如 你分享一下 我看到這個浦 那我也鼓勵你 多些親近神 放下垃圾 那些不好的東西放下 但也都不要生氣他 不要生氣那些人 那你的心平安靜多祈禱 那你越來越收到 那你的生命就不同了 因為你 就好像我那時候講的 王全道 那你在網上看 葉牧師的播放 《聖誕一播》 是王全道 三脈王 他是整天祈禱上天堂的 他一進一間房 他即時感受到 每一個人的靈是怎樣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有 有支持的 什麼支持呢 就是有些人的經歷 有很多人死過 後來耶穌被他回來了 他就說 在他死的時候 其中一個人 有一個人 都是有這個經歷的 就是他都有 他那時候 總之耗盡個身體 他就去到地鐵站 整個人就暈了在那裡 但是我感受到 每一個人在我周圍想什麼 他感受到他們想什麼 就是因為呢 我們可能 那個靈一出來 離開身體 就會 跟周圍的人的靈 那個接觸是強的 這個純粹是一個經歷 來的 但是我在網上見過 很多人有這些經歷 還有呢 他回來也有這個經歷 回來他為人祈禱 他知道那個人 這個就變得 好像知識言語的恩賜 更加強 所以如果你有這方面的恩賜 我就鼓勵你多些 安靜祈禱 不是要死 安靜祈禱 多些安靜祈禱 多些靈呢 好像飛到神那裡 放鬆了所有的東西 越來越領受的時候 那個侍奉會提升 怎樣提升呢 就好像王全道 他侍奉 其實有些人說他很辛苦 但有時候 他那天晚上 耶穌叉醒他 然後他祈禱 可能兩三個小時 然後耶穌就告訴他 明天你要怎麼做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會收到侍奉的大令 所以這個領受到這些 先知性的信息 就是為了能夠在侍奉上帶領 但是千萬不要驕傲 驕傲又領受到魔鬼的信息 這樣就破壞了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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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